《一日之女》 这个代表是很大的 你的资源是很大的 你绝对要 配得上这些资源 大家好 我叫陈淑君 我的代号叫 《淮水怪》 《淮水怪》 之前参加《哈喽女生》 就是从我海选到 就是到最后 我能得到第五名 除了幸运 应该没有别的 因为之前挺滑水的 然后就是自己 也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稀里糊涂的 就是到最后了 所以我从小到大 其实是蛮顺的 我其实不太会唱歌 但是我就是那种 天降好运 然后给我选上了 你知道吧 然后呢 然后我就来了 对 我没有办法点评你 因为你自己也知道 你其实没有认真在唱 但是 你自己知道 你唱得不够好吗 我好像感受到了 不是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伴奏 跟我上次感觉 太一样了 不一样吧 我觉得你并没有 真正准备好 其实我看到你的这个简历 说你的外号叫做 《滑水怪》 但是我真不希望你把 《滑水怪》的三个字 真的变成你的标记 我可以说两句吗 我觉得你很幸运 对 你这样子 然后来参加这样的比赛 他们是非常不容易 会珍惜每一秒钟 在舞台上 因为我觉得你很幸运 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 不是那么幸运的人 我今天所有得到的一切 都是靠我的努力 我的认真 我付出的所有得到的 我从来不会滑水 然后感觉让我想到了我自己 我也很拼 就很刚 所以我懂他心里那种无奈 我今天为什么觉得我会 我会激动到我流泪 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为什么你 就是会这样子去对待 这样一个机会 这样一个舞台 我不讨厌幸运的人 但是我不应该抱侥幸的心理 你的能力不够 OK 但是你不能在舞台上 做一些不尊重舞台的表现 你的态度一定要是认真的 请书军到等候间等待你的结果 不等 世上有幸运的人 但没有永远幸运的人 不努力就像摘星 那退得有多长 我真的不想打击他们的信心 可是我们六个人花时间来 对 你要争取每一句都重要 每一个表演都要努力 还有遗憾 斯大夫赛道苏迈亚 斯大夫赛道刘山 斯大夫赛道张瑶 斯大夫赛道王楚 斯大夫赛道陈淑军 将暂时离开明日舞台 太恐怖了吧 他们那边能走到一半吗 真的打击很大 当我们赛道就突然间人越来越少 而那边的人却依旧就像一个家一样 你会觉得那种残破感 给到你的冲击力很大 这烦死了 开明日舞台 不过 压抑不住我脸上的喜悦 太棒了 太优秀了 我都不敢比了 你们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态特别好 很多人心态都崩了 就我一个人心态还蛮好的 而且还眯了一会儿 好的 我们接下来想看一下 斯大夫赛道的 红衣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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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场的时候 他们就很夸张的 就内涵 那我也不太好意思 我就往前走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好像也没有 因为我平常也不是很显白的人 你觉得你受到最显示推下 我觉得 平常 挺平常的 我们 STAR的选手都是这样 好小 好可爱 好乖 你来到明年之子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没什么可担心的 就只管自己往前冲呗 看她的穿着就怪怪的 然后还蛮复古 老师们好 我叫洪宜诺 你这身服装是自己打扮的还是 我上一是我妈妈的 红波点吗 看得出来吧 复古摩登 好可爱 好 你准备好就开始你的表演吧 麻烦一下老师放下 谢谢老师 好棒 我觉得她可能会有四星或有五星 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这首是一首